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路的缓步向上走高 最后再来一个神龙摆尾 最后是以今天的最高点大涨272点 来到17572 收在17572 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新高的记录 创高当然就是多头尤其 到目前为止 整个行情的一个格局 也一如我们先前跟各位所说明的 它就是采取怎么样 在震荡间行进 在震荡间行进 随步前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看进二退一也好 进三退二也好 是不是在震荡之中 在震荡之中慢慢的往上挺进 尤其怎么样 在上个礼拜 在上个礼拜 爆出了 爆出了 6448亿的大量之后 我说隔一天量缩 而且量缩还能够把原本这个黑鸡给吃掉 很明显它就是一个量缩价稳 甚至于是一个量缩价涨的一个格局 那也代表这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换手 既然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换手 当然就有利于怎么样 后续的行情持续再往上去创高 好我想也没讲多久 今天果不其然 整个加薰指数开高 跳空开高之后 又直接越过了上个礼拜四的一个高点 当时的高点是17428 今天直接越过之后 以今天的最高点17572做收 当然也又再一次的印证 整个台股的一个多头的一个架构 尤其我说过 目前整个盘面 传产电子 很良性的在做一个轮动 既然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轮动 那么就有利于整个行情怎么样 持续的走得更久 能够走得更稳 我想这个部分对于大盘的看法 我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变 只不过在这样的一个行情架构 我说过毕竟它是呈现一个轮动的格局 包含电子传产金融 电传金 三个在做一个轮动 而不是全面的一个起涨 所以在这样的轮动架构之下 你该怎么样去把握买点跟卖点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这将会是你攸关 你能不能成为盘面赢家的最大的一个关键 就好比说 今天我们看到了 电子股非常的一个强势 对不对 那记不记得 当上个礼拜电子股有一天 有一天 当成交量的一个比重 下降只剩到45%的时候 当时是不是很多人开始 想说电子股已经退去怎么样 已经退去整个主流的一个光环 那个成交量都降到45% 占市值60% 结果成交量只占45% 那很明显资金都在外移 有没有 所以电子股大概短时间之内没救了 可是记不记得当时我告诉各位 我说在别人看起来 或许电子股的资金在退潮 可是在我看 那个45% 它会是一个窒息量 那会是一个窒息量 尤其当时很多IC设计 受到世新的一个影响 也都股价经过了大幅的一个修正 而在股价修正之后 出现了那么的一个窒息量 就代表去许 整个电子股 它的一个筹码换手 又或者筹码的沉淀 已经到达一个尾声 随时怎么样 会展开一波新的攻势 那你看 沿由在耳 在那之后 电子股的成交量比重 有没有慢慢慢慢的回升 甚至于今天怎么样 全面的又开始重涨 所谓的主流的一个并浮 尤其今天来 有一档股票在今天 用一个跳空的方式 用一个跳空的方式 直接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从五字头一下子跳到了六字头 而这档股票在今天盘中的 一些连线的一个节目 一些专家名虚名嘴 更是怎么样 多所吹捧 多所推荐 都急忙的对它歌功颂德 好那这档股票 当然就是2303的连电 连电 好那今天为什么 盘中这么多的 连线的专家名虚名嘴 都争先恐后的 要跟大家来解释这档连电 它为什么大涨 其实不奇怪的 我过去就要跟各位讲过的 其实我说这个市场总是存在着 这么一个很怪的一个现象 股票只要一大涨 只要一创高 总是一大堆人 好像我今天如果不讲连电 我今天就不是分析师 分析师很落差的 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的 要对连电来告诉你 它为什么大涨如何如何 当然今天连电之所以大涨 除了这些分析师所讲的以外 其实你看今天有一个利多的消息 有没有 这是今天最新的一个讯息 有没有 在今天12点多发布出来的一个讯息 有没有 它说来先看标题 叫做什么 连电秀积任 外资再升目标价 好那这里头来 连电即将公布第一期季报 汇丰证券指出 随缺货潮持续 连电溢价能力更强 营运状况渴望大秀肌肉 市场持续聚焦 下半年金元代工进一步调整的题材 另外摩根大通 摩根Chess 则认为连电第二季营收将续强 毛利率渴望触及30% 两大外资怎么样 双双调高连电的催彻的合理目标 其中 汇丰上看68 摩根大通看多少 看70 那今天你看 连电大涨将近涨停板 也不过61块 而汇丰看68 摩根看70 是不是代表上档还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在基于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当然今天有很多的名师 很多的名嘴 尤其在连电今天一开盘 就跳空大涨的情况之下 当然大家急忙的争先恐后的 要来怎么样 要来解释连电大涨的原因 但是我这样说好 在今天连电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利多 在今天连电跳空大涨 而这么多名师名嘴专家 急忙要帮连电背书的时候 甚至于来帮连电推荐的时候 来 我们先来看我今天怎么告诉会员 所有会员 所有会员 来今天9点半 2303的连电 今天一开盘就大涨7%以上 创新高61块半 我先讲今天连电的最高不是61块半 因为后面又往上挺进到61块8 而今天收盘也是以最高点61块8做收 来我们继续看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我们请大家用力买进 有没有用力买进 我们待会再看 每个人50张以上大资金的买进100张 我清代会员都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看好今年的报价将逐记上涨 来 跟刚刚 跟刚刚 这边外资所讲的 尤其是汇丰所讲的 有没有 第二季怎么样 营收将续墙又或者下半年 金元代工进一步涨价的题材 有没有 它的溢价能力更强 有没有 是不是异曲同工 但是这个消息是今天才出来 而我在上个礼拜 我就已经告诉会员 有没有 我的市场现在都知道怎么样 整个金元代工的一个价格 即将要调涨15%了 大概10到15%了 可是不知道的是 现在已经知道的是要调涨10到15% 可是有谁会告诉你 你的老师要不要告诉你的连电 他未来调涨在下半年会达到20% 甚至于到明年 当整个缺货的效应 整个涨价的一个效应 更加确立的情况之下 调涨的幅度 甚至上看40% 这个是我们所掌握到最新的一个资讯 现在很多人只知道10到15% 为什么 因为已经公布了就10到15% 可是我说股价反映的是未来 我们看的不是刚刚 现在你所知道的这些讯息 我们看的是未来 它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走势 对不对 所以 对不对 这是长线的大多头 这是我今天所有会员 给的一个扣讯 好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 这里头两个重点 第一个 我说过现在大家 今天连电大涨了 才一堆人告诉你 连电有多好 有多好 有多好 可是从这个扣讯里面 你应该很清楚的看到 连电怎么样 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在上个礼拜 就已经先用力买进来 到底有没有用力买进来 4月22号来 会员买进2303连电 每人50张 来 22号在哪里 22号连电在这里 哪一天的低点在53块8 在这里 我要我的会员 每人买进50张 在这 不是起起来 要跟你奔批 起起来 要跟你说连电有多好 是在这一天 你自己看图说故事 连电有没有涨 有没有 你自己看 有没有在发动之前 但你先卡位 买得轻松 买得安心 而且怎么样 还买得过瘾 成交量33万张 你告诉我 你会不会买不到 你告诉我 成交量33万张 你会不会买不到 你想买多了 你会不会买不够 我说你能够买得轻松 买得安心 买得过瘾 来来来 你要买个100张 1000张 我是要我的会员 至少买50张了 大部位的至少买100张了 但是你部位够大 你想要积极点 你要买个1000张 33万张成交量 你说你买一千张 只要你的钱够 你会买不到吗 最重要的 我是在发动之前 走在故事的前面 带你先卡位先布局 因为我说过了 我说这个市场上 多数人都在分析 今天盘面上股票大涨的原因 像今天连电 不是一大堆人在讲吗 问题是谁会告诉你 接下来即将大涨 就好比连电 在上个礼拜四 我们在买进的时候 谁在跟你讲连电 没起的股票 谁跟你说 今天告诉你 连电有多好 有多好 有多好那些人 在上个礼拜四有讲吗 而我有没有告诉我的会员 来继续看 我在礼拜四买进 每人50张 礼拜五怎么样 礼拜五4月23号 继续再买 来会员买进2303的连电 每人50张 我说过这是我所有会员 所有会员 我敢这样讲 每一个会员买到赚到 来 2303来自于产业面的消息 现在大家知道的是 调涨10到15% 而根据最领先的消息 未来涨幅下半年就是20% 订单已经看到明年 所以明年的涨幅 可能高达40% 这是外界一般都还不知道的 常见大多头 我在上个礼拜 我是不是已经先讲 跟今天 大家一窝蜂的再来讲 来你看 4月23号 连电那天的低点也不过在55块 23号 22号是在53块 23号 礼拜四在53块 礼拜五在55块 而今天多少 今天61块8 你没有跟我买在礼拜四礼拜五 你今天再来买 你的成本就差一个五字头跟六字头的差别 对不对 一个在50出头 现在是60出头了 这样差10块 两天差7块钱 两天差15% 当然不是说你来这个位置 你在这边买 你就一定赚不到钱 我没这样讲 可是你自己讲 你认为你买在上个礼拜你买的安心 还是你买在今天你买的安心 你是买在上个礼拜53块 你能够赚得多 还是今天你来追在61块8 能够赚得多 那谁 能够带你走在故事的前面 我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不对 所有的会员 都可以帮我罗文斌做见证 所以我一直强调各位 我说 你要在股市里面成为真正的赢家 不是只有赚钱就好 是要真正能够赚大钱 而你在股市里面必须赚大钱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在股价还没有开始涨之前 来 股价还没有开始涨之前 就带你事先 有没有 就带你事先把该部的局给先布好 然后等着市场来追我们的一个股票 来 再看一遍 4月22号 每人50张 4月22号 当时股价53块 有没有 在还没有发动之前 带你把该部的局给先布好 然后今天你看 这么多人在讲连电 这么多人在对连电歌功颂德 是不是 市场开始来追我们的股票 这跟你的老师带你的操作 有什么不一样 你自己思考一下 好 那进口告之前 我先预告一下 除了连电以外 记不记得上个礼拜五 我告诉各位 我说这个礼拜 上个礼拜告诉你 下个礼拜就这个礼拜 有没有 我说趁着航运 趁着钢铁拉回 我们瞄准一档股票 而这档股票 其实我也透露给各位知道 我说他要比价惠阳 记不记得 他要比价惠阳 那惠阳是做什么 惠阳是做散装航运 好 那这档股票 今天这档股票怎么样 今天这个股票涨停板 涨停板 那你如果会跳空涨停 跳空在哪里 我们买买买买买 不是 它是开在平盘 然后拉到涨停 你上个礼拜 不论你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你任何一天 打电话进来 拿到这档股票 换句话说 今天开盘 你可以买在平盘附近 可是收盘 是收在涨停板 这跟我们连电 在上个礼拜买进 今天跳空变成五字头变六字头 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既然已经拉开我们的成本 尤其我说上个礼拜 你有打电话进来登记完成的 你今天全数大赚 所以今天我在节目里面会把它公开 那到底是什么股票 下个阶段回来我们继续再聊 欢迎来到现场 进广告之前我们跟各位提到 上个礼拜跟各位预告的 这一档散装航运的股票 有没有要比价惠扬的股票 当时为什么说比价惠扬 我说过期许我一直强调 目前整个盘面就是一个良性的轮动 对不对 电子 传产 金融在做轮动 特别是传产也好 电子也好 本身族群内也在轮动 传产里面钢铁 航运 水泥 塑胶 因为在轮动 甚至于整个航运股 它也在轮动 对不对 好那我说继货柜轮大厂之后 接下来就轮到散装涨 那散装也涨上去之后 散装这些题材的股票 它自己又在轮动 就是一环一环一环的往下 但是一个主轴就是比价轮动 所以我说当时随着汇扬 你看这一波 从当时的36块一路的涨量 两个礼拜不到了 两个礼拜前有没有 4月14号了 到现在都还不到两个礼拜 当时在37块了 而今天怎么样 今天已经涨到六字头 从三字头变四字头 四字头变五字头 六字头 对不对 大涨 为什么 因为货柜轮涨完 接着下来 同样具备涨价的题材 是不是轮到了散装也在涨 但是你说已经涨到这里了 还能不能买 我这样说好了 散装到现在还是看好了 尤其如果说以现在汇扬 对不对 因为市场预估大概都赚到 至少五块钱起跳 所以现在其实严格讲起来 如果说以长线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这个股价也还不算高了 只不过 长线的角度不算高 你现在来买 你现在来买 我也不是说你赚不到钱 只不过你现在买在六字头 跟人家当时买在三字头的 你一比下去 你成本多人家那么多 你成本比人家高这么多 是不是 你的风险就比人家高 你的风险比人家高 除了压缩到你的利润以外 我这样说好了 这中间连续的一个吉兆 乖你这么大 它会不会震荡 会啊 再抢了股票也会震荡啊 那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你的风险你的成本比人家高 你耐得住证吗 你当然耐不住证 那如果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你被洗掉了 那后面它再涨 跟你关系都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就不建议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贸然自己来追会洋 至少你等它拉回 那除了等拉回 等拉回买会洋 我说那如果现在有一档股票 现在有一档股票 它跟会洋怎么样 它具备同样的一个题材 也是涨价的一个题材 因为散状在涨 对不对 波罗地亚指数都在涨 重点是 当会洋去年 只有赚0.15的时候 这个说要比基本面 去年会洋只有涨0.15的时候 它涨超过一块 也就是说去年 它的获利就已经比会洋 要好很多很多很多 而今年 而今年 它又跟会洋具备 同样的一个题材 有涨价的效益 那你想今年 会洋如果能够这样爆发 你认为 这档股票会不会也这样爆发 因为同样的题材 而且我的去年的获利 还比会洋还要更好 重点 这重点中的重点 会洋现在6字头 有没有 而这档股票居然只有三字头 你认为这样合理吗 获利比他好 跟他有同样的题材 结果会洋6字头 他只有三字头 那你认为这样的股票 他至少 他有没有比价会洋 那麦公超越会洋 其实我认为 他有超越会洋的实力 但是就算没有超越会洋 你认为他会不会带动 整个会洋的 会洋会不会带动 他整个比价效应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股票 明显被低估 所以你看今天这档股票 一开盘多 35.35 35.35 平盘是34.9 开33.35 是不是开在平盘附近 收盘你自己看 就涨停盘了 你上个礼拜登记完成 你拿到这档股票的 有没有买的轻松扫盘 有没有买的轻松 买的安心 还买的过瘾 有没有 来 后来掌停板 有没有大赚 拿一档股票来 马上让你知道 是不是2617 2617的台行 你去查一查 去年获利台行 是不是一块多 这真的讲不了 讲的真不了 我不是随便 要倒一支给你 我就是要讲在前面 对不对 今天涨停板 是不是还在三字头 我说慧阳 六字头的股票 有比价效应 有没有 今天有没有比慧阳强 一发动就涨停板 比价之旅 扬帆起航 我没有事后再放马后炮 我这上个礼拜就告诉你的 对不对 我上个礼拜就要告诉你 我这个礼拜就瞄准这一档 有没有 来恭喜所有 有打电话进来的朋友 那没跟上了怎么办 我说过到目前为止 整个行情 都还在怎么样 比价轮动的一个情况 如果上个礼拜 告诉你的这一档 你来不及瞄准 因为已经涨停板了 对不对 我说过只要一拉开涨幅的 你都不要贸然去追 因为你的成本比人家高了 划不来 可是在比价连动的 这样一个效应之下 一档发动 总还有下一档 因为比价轮动 所以还有下一档 也会跟着发动 那这一档来不及 那你就跟下一档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认不认同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如果你认同的 这一档 2617的台航 你没跟上的 来看这边 在2617台航 涨停之后 明天 我说过趁钢铁航运拉回 你要去开始布局 比价轮动 有大空间的股票 所以今天2617的台航 没跟上的 在台航涨停之后 明天 趁钢铁航运拉回 怎么样 再一档 再一档 你错过台航了 你这一档 你就不要再错过了 一样 今天我在开放30个名额 我好人做到底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完成登记 来电就可以跟上 当然电话必然满线 所以要打电话的 你知道电话的 现在就可以开始拨通了 明天再会了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先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